好近日呢是出现了蛋荒潮 那么北部甚至出现民众排队来抢购鸡蛋 花莲蛋农却无奈 长期没有通路 在百年不遇的机会点也只能费然而返 过年前国内爆发鸡蛋荒 行政院农委会宣布启动南蛋北宋 并从澳洲美国紧急进口疏解用蛋需求 而花莲县养鸡协会理事长就指出 花莲30万人平均一天大约有15万颗的鸡蛋需求量 每天在地生产的鸡蛋就有三分之二长期都卖到北部 由于产量不及西部养鸡场 再加上缺乏铜炉下 产量也都无法提高 缺蛋情况可想而知 下面都没有蛋了 下面都没有蛋了 就剩这些对不对 那你们的鸡蛋都卖到哪里去 我都是外地 尤其北部最多 而且这段时间过年期间很多外地客来这边 然后参观之后都跟我买鸡蛋 就是产销班里面的鸡蛋都是供给外县市 我们的会员大部分的鸡蛋 大部分都是往外地去销售然后寄送 尤其这几天 像昨天 外地的订鸡蛋量很大 很大 差不多三分之二以上都供应外县市 在鸡舍里养着一千多只的放山土鸡 所生产的优质鸡蛋蛋白浓稠 外壳光滑看得出土鸡蛋的品质 那个都在里面生蛋啊 今天生的 对 今天刚刚生的还热热热热的 关心民众生活需求的先议员张怀文 服务处主任林品阳就表示 在地小农长期需要上官单位 给予协助拓展同路 才能够让在地的鸡蛋产量增加 因为我们现在全台湾啊 正面临我们鸡蛋的蛋荒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地的这个小农啊 长期以来他的鸡蛋都供销于我们西部 西北部啊 那么我们希望啊 我们在地的 我们县府也能够重视我们在地的蛋农 啊能够将我们这么优质 这么有机的这个蛋啊 能够留在我们花莲 让我们在地的啊 香米能够来享用 养殖协会理事长张经义进一步表示 花莲应该要鼓励蛋农养殖 西部的龙氏鸡蛋跟花莲的放山土鸡蛋 价差一倍 这是我们的优势也代表着花莲鸡蛋的品质 大家公认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 大家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